也许骨子里我和夏可姐是一样的 现在我已经不会抛开一切 只谈情感了 如果再婚 我会跟她提出适当的条件 关于我的 关于甜甜的 当然也有关于她的孩子 和她的老婆 再婚的世界 是和她们调整的世界 进来的车辆培范特别频繁 在理赔的高峰期 我们公司一天 就要处理一百多期以上的车辆培范 在公司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理赔员只能先减重大案件处理 这就让一些车主和维修厂钻了空子 让一些隐瞒了真实情况的车主 真的获赔 在众多的车检骗跑行为中 有维修厂和车主联手作案的 也有维修厂隐瞒了车主 利用客户委托其索赔的机会 在维修的过程中偷梁换柱 向保险公司索要高额赔偿金 赚取差价的 所以我们公司决定 对上一个季度 所有理赔的车辆培付案 进行一次车压检查 希望各位业务员和理赔员 配合检查组的工作 没想到安晓敏是这种人 平时也没看出来 这就不认了 学队 学队 早 安晓总 安晓总 你怎么才来啊 出事 怎么了 是夏克姐 夏克姐那家修理厂 在这次公司的抽查中 上了黑名单 那家修理厂一个工人爆料 爆出一大串骗保事件 夏克姐那单也在里边 骗保 阿姚敏 经理让你去一趟 你自己看看吧 这怎么可能啊 维修厂员工的书面证明 白纸黑字 错得了吗 本来只撞了个小小刀线 三百块就能修理好 可维修厂趁我们的员工味道 就把车辆开出去 撞下门口的花坛 这只损失扩大到四千人 而当时你的客户就在现场 夏克姐和维修厂联手作弊 这件事你不知情吗 我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夏克姐是你亲人吧 不是 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了 基本上 经理 你如果怀疑我和夏克简 联手骗公司的钱 我没有证据这么说 可是类似的事情 在我们公司不是没有发生过 王秘书 让李平安小刀来一下 进来 经理找我 小刀 你把那天的情况叙述一下 那天大概六点左右 我突然接到安姐的电话 说是一位客户的车出事了 我坐车和安姐一起赶入现场 路上安姐说只是刮蹭 还没到舒适地点 客户打电话说 车已经被附近的修理厂拖走了 然后我们又去了修理厂 我看见的是一辆 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 当时我就愣了 问安姐怎么回事 她说是她听错了 经理 我请求公司 把这事情弄清楚 还我一个清白 要不就跟他们打官司 告他们保险诈骗罪 我愿意出庭作证 公司犯不着 为这点钱打官司 而且你不会不知道 一万元以下的保险诈骗 从法律上来说 基本上购不上 保险诈骗罪的罪名吧 正因为如此 才会有人如此猖獗 在一万元以下做手脚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经理 好好写份检查 在营业部大会上 做一次深刻检讨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这检查怎么写啊 两条路 要么前检查 要么走人 你好好想想 他在哪儿 走 找他去 这谁人啊 你说呀 我跟你打了电话以后 又给修理长打了 他们让我把车开过去 然后就一个劲地催我走 说他们一定会搞定 三天后让我取车 我想等你过来一块走 那天我吃东西吃坏了肚子 就上了趟厕所 可能他们会以为我走了吧 等我出了以后 发现就全变样了 好好地车钱盖被撞得破烂不堪 就像刚发生重大撞车事故似的 我一看我就跟他们急了 我质问他们怎么回事 他们跟我说 无欲我管 把这车会修好 钱是保险公司处 我嚷嚷了就要告他们 他们就给我一千块钱 还说有保密费 还跟我说 干这行都得这么做 如果不这么做 哪来那么多活啊 我心一软 我就接了那几 你就不是心软 你是心瘫 我没想到这事会连累到你 心上的 你干的好事啊 跟我回公司出去 是你跟修理厂狼狈为奸 跟我表情一点关系的没有 你都是来人了 我跟他们说了 他们就是不信 我还写了书面证明呢 证明这事小米不知情 可他们 他们就是不信 他们说我跟小米关系特殊 阿姨在问我 是不是小米给我治的招 沙克姐 你这个屁爬虫 一千块钱就把我表情给卖啊 妈 你觉得怎么骂她痛快你就怎么骂吧 我连我自己都想骂自己 我骂你 我犯不着 你接着瞎她呢 我蹬脑痒掉我 阿姨 别拐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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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家干什么 你 我的电视啊 我 我 阿姨 阿姨 你… 你… 大娜, 放開 你…你快點, 你是鬼 大娜 你快點, 去呀 除了保險都不去, 去呀 大娜 你… 你幹了什麼 不要臉無恥 好玄哪 差點就把你後半輩子交給這個男人 呸, 什麼男人啊 都不知道是個什麼怪物這個人 行了, 行了 他也怪可憐的 寫個檢查 扶個軟算了 寫檢查算便宜他了 應該讓他賠錢 這種人是公司的助手 早該開除了 我看他平時挺老實的 怎麼會幹出這種事呢 就是這種平時不哼不哈的人 才幹出格的事呢 檢守自盜 看公司怎麼處理他唄 稍注意點啊 怎麼了 你剛剛說誰呢 誰有鬼我說誰呀 什麼鬼啊 你說清楚 那個騙子跟你什麼關係 大家心裡明鏡似的 不是你給他支招 他能想得出這個點子來 你真是在羞辱我的人格 你別實際上要道歉 你這種吃裡爬外的專業戶 還有人格 臉皮真夠厚的 你今天怎麼這樣啊 你憑什麼胡說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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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真是幹什麼呀 洗個檢查忽論過去得了 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關鍵的路就青山呢 哎呀你放手 放手啊 我要去寫檢查 就等於承認 跟下課獎一塊作弊 那就等於承認醉了 我怎麼在公司混啊 那我可要告訴你啊 你就這麼離開公司 就等於上了黑名單 別的保險公司不會要你的 我就是餓死了 我也不受這氣之大了 我說你這人怎麼一根筋啊 工作證 展業證 資格證書 所有資料一而不少 你會後悔的 可能會吧 不過我必須得走 要不然 我對不起我自己 表姐 你去哪兒啊 回家 表姐 別讓我來問自己 別讓我來問自己 離不清頭緒 不知從那天起 感覺已經悄悄離去 感覺已經悄悄離去 看不清的身影 是我還是你 心裡的雪不再流 呆呆的眸光是那麼明麗 你 該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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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恨不下來這可惜 這可惜 該怨你 該怨你 不知如何從頭說起 可憐 前面的你看不清 看見你 看見的是一片泥泥 我來這兒找你 換我給你 不理你 只是像我自己 該恨你 該恨你 但是恨不下來這可惜 該怨你 我辭職了 我這次錯了錯大了 當時也是一閃電 你先和錢來得太容易 對我來說不是小說 那是我跟小坡一個月的生活費啊 所以你分手了 不要挽回的願意 你現在辭職了 我們可以一塊兒幹 我可以 太晚了 如果只是上次那件事 我可以原諒她 但是這件事 我不能原諒她 你 曉不清我 柯姐 我不怪你 真的 我們好了一場 在我最艱難的時候 你給過我關心 給過我支持 我挺感激的 生活對你來說 太難了 為了一千塊錢 你都顧不上做人的原則了 但是有一條可見 男人再難 千萬要挺直脊梁骨 如果脊梁骨斷了 別人會看不起的 就是自己也會看不起自己 那她就很難再抬得起頭來了 其實 窮並不窩囊 活得沒有了志氣 那才真是窩囊 可見 你這個人不壞 對 或許 你太不順了 好好挺胸膛做人吧 我希望你好 那你以後怎麼辦呢 你管好你自己吧 不要走 他好想你 放我 你等好 我快點 我見你 我就想你 不想你 现实面前啊 善的饿的全都报复出来 其实 谁都有饿的意义 别为他辩护了 想想以后吧 这一夜之间 工作和男朋友都没了 那你让我怎么样 好多大哭啊 要是哭能有用 我现在就哭得应该 你发什么愁啊 你的命啊 太苦了 妈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 我放自己一天假 咱家这些衣服都被虫子住了 我得好好晾晾 饿了吧 我给你做饭去啊 跟你说件事 田田 嗯 妈和夏叔叔断绝来往了 啊 陈老师 有课啊 说实生的课 对了 周老师 听说您最近出了一本专注 能送给我一本吗 哦 你是说樊涛的那本书啊 那不算我的专注 是出版社非拉着我要数名 嗯 哦 对了 我这刚好有一本 哦 谢谢 谢谢 请多提宝贵意见 因为不是我的书 我就不好意思给您签名了 那我就不勉强了 不过我一定认真败读 好 好 我上课了啊 再见 再见 嗯 哦 田田 我要转学了 去哪儿 我现在跟我妈了 明天早上的火车 我想对我爸干的事 向你妈和你道个歉 你爸对我妈做什么了 你还不知道吗 我爸他占了保险公司的便宜 害得你妈被出名了 我爸他开了那辆火车 也被他合了收回去 他已经没有办法 负担我的生活费和学费了 那你跟着你妈和你继父 好好生活吧 别太任性了 那你要好好保重啊 再见 再见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等我还下了吧 给你带回来 别装了 妈 你还没找到工作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夏小波走了 跟他妈妈一起生活 他的路真是越走越窄了 连儿子都留不住 先别跟你爸和爷爷奶奶说行吗 等我找到工作再告诉他们 我会保守秘密的 我会保守秘密的 妈 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睡了几天 很难 服务员都要二十五岁以下 剩下的就是家政 月嫂和清洁工 月嫂政的倒是挺多的 一个月一千多 可得住的人家 妈没法照顾你了 清洁工 就整得太少了 妈妈很能干的 学什么也快 总得找个有技术含量的吧 您好 我是雷应聘的 雷应聘的 这边坐吧 你是下岗的 算是吧 我看你们这门口写着 下岗女工优先 我就来了 您这个 按摩院不是戴色的那种吧 当然不是了 我们是正规的保健按摩院 我们有批老顾客 专门为治疗放松而来的 那些想找乐子的人 来一次就不会再来了 所以我们的技师 不是靠脸蛋身段 必须有上岗证才行 上岗证 对呀 要经过学习 参加统一的考试 我不知道还要这个 我倒是有一点基础 看过两本书 平时在家 也都老给我破碗磨什么的 我看你挺零的 可以先留下来试用 边坐边拿上岗证 不过只能先打大杂 就算见习吧 行 一个月五百块 要到夜班啊 那么少啊 是基本工资 等你正式上岗 可以代提成 我们这做的最好的 一个月可以拿三千块 行 那我干 那你明天来上班吧 今天行吗 小肖 嗨 老板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安小米 你带带安姐吧 好 来 做一次简单的 一个钟的按摩呀 有五块钱提成 全套下来 气氛更高 这太师三七开 中十二八开 说白了 老板提供场地和工具 拿大头 我们呢 出技术和力气得小头 这全靠手上的功夫 这手上活好 能留住几个常客 一天做个七八个吧 一个月下来 工资也得在两千多三千 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啊 我可不轻松 一套标准的动作下来 常常累得我 趴在这按摩床上 就不想动了 你在这干了几年了 三年 安姐 我看你像是个 挺想轻活的人 我干这个你老公知道吗 我没老公 啊 那省事多了 我瞒了我老公的三年了 累死我了 那 他没到这儿来过吗 直到楼下 他以为我在二楼给人做美容 不知道我到三楼给人做按摩 这不是真门说下个美容吗 你别人不告诉他 这是很健康啊 没有用 在别人眼里 按摩就是个特殊的行业 我老公信了 别人也不相信啊 我不愿意别人用异样的眼光 看待他和我 我最担心的 就这双手露馅 哎呦 你这关节都变形了 这全是手上的活 这不知不觉的 就起剪子了 你看我这手的关节变粗了 我每天都担心老公发现 用护肤霜抹呀抹呀擦呀擦呀 晚班又上到半夜两点多 餐里有咖当什么晚的吗 那是一家休闲娱乐中心 棋牌健身桑达什么都有 有的客人玩得很晚 专门招收下岗女工的餐厅 挺好的 妈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晚上我上班之前 把饭给你做好 回来你用微波炉热一下就行了 嗯 吃完饭 你就把碗锅放在池子里边 等妈妈回来说 好 睡觉之前记得喝一杯牛奶啊 帮助睡眠 明天在学校吃点好的 要个小炒吧 嗯 我知道了 记着晚上早点睡 嗯 你不害怕吧 不怕 妈 一个月工资多少 八百还有奖金 计划着过咱俩够了 八百块钱不少了 现在人民币很坚挺的 妈 你可真棒 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那是因为有你鼓励妈妈 你家餐厅在哪儿啊 大正路 一个休闲娱乐中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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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夏克姐彻底分手了 什么手 喂 田田 你 你到哪儿门口了 你们餐厅门口啊 这栋楼不是叫风琴港吗 餐厅有两家 你们是满汤红还是太云兰啊 你就在那儿别动啊 妈来找你 田田 谢谢 妈 你怎么没穿工作服啊 你这孩子 你不去上晚自习去 妈 你这也瞎乱溜达什么呀 今天下午放学早 我吃完妈妈做好的饭菜 上路过来看看你 妈 是哪家呀 带我参观一下 你这 参观什么呀 人家不让参观 这 这孩子 人家这规矩严着呢 我 我 我又是一个试试用的 你站在我旁边 我一紧张把盘子一打 人家嘴巴我会吵了 我去站门口看一眼 不行不行 一眼也不让看 快快快 赶快上学去 好好过马路啊 那你先回去吧 你先走 你不走我就不走 又想走呢 你 走吧 走吧 那我走了啊 再见 再见 走啊 再见啊 你好 请问几位 包街还是大厅 我找人 好的 没有 没找着 我走了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慢走啊 欢迎下次光临 走啊 按摩女 是按摩济师 行了 你哄哄自个儿吧 这不带色的 一个月累死 能挣几个钱 不带色的 不是你能做的吧 你说我年老色衰啊 你多大 我说你如花似玉 你信吗 我信啊 小女子年方二十 成二 还穷开心啊 一个月能挣多少 在试用期 打杂呗 连上岗证都没有 就这个 还是上岗证 是吧 所以叫按摩济师嘛 就跟美容师 厨师 会计师是一个道理的 想干点别的不行吗 我都四十岁了 又没有一起织场 现在找个工作 比找老公还难 哎 你挺好密啊 现在只有你个人知道 哎 你听我啊 我干什么都挺努力的 为什么老是这种下场 你看吧 你看吧 这些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比我活得好 你说我要求过分啊 我不过是想 有一份差不多的工作 能挣点钱养活我和甜甜 不是过分吗 你最不爱吃苦瓜了 这也就是生活 酸甜苦辣 什么滋味都有 我就是一苦瓜 我什么时候尝到过甜的滋味 给我拿着啊 你干嘛 你干嘛去啊 哎 嗯 你竟敢来啊 哎呀 甜死了 我都快吐了 甜死你 哎 你说也真是什么 这光是甜 也不是什么好吃味 而且啊甜的吃多 还会长蛀芽 你知道现在补芽 多少钱一颗吗 三十 五十啊 哎呦我的妈呀 太贵了 我这辈子也不吃甜食了 哎 一会儿你陪我去那超市买点菜吧 买菜干嘛去超市 我发现啊 现在很多超市 都为了吸引人气 然后 我每天都有特价子菜 您说 萝卜吧 一毛五一斤 还有那个小面包 一块钱六个呢 连本都赚不回来 至于吗 这样能省多少啊 我必须得精打细算啊 我得防着 万一哪天我那样摸你 都做不了怎么办 我现在每个月 都已经入不敷出了 每个月都在吃 存着上的老本了 那让周一鸣多给点啊 别人的抚养费都在涨呢 我总不能让他养着我吧 甜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 我也有份啊 喂 我是 那我马上过来 您收地址吧 你那客户 就要花的 出事了 两个月前查出来的 那单子上写的是肝癌 他硬是撑着谁也没输 他是临时工一请假 就一分钱都没有 到了晚上 他还得去给别人擦烟走 挣百块 抽油烟机 上回他回家来说 才洗一个给二十块钱 说他那边宋舍单位的人都认他 说他擦点干净 那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告诉我一轩啊 病得这么重 应该住医院了 别说住医院了 他连歇两天都舍不得呀 知道他那脾气 想抓紧能挣点 试点 疼得受不了了呀 就上那社区医院去掉点盐水 让医生给打一阵痴疼 知道自个儿没救了 这孩子怕花钱 平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要不是李居大妈见他屋里老没动静 叫几个人撞开了门 还不知道哪天给他收尸呢 你说这好人怎么就没好报啊 按照小强可怎么办呢 大妈 大妈您别这样 大妈 人死不能复生 您跟大叔都得想开点 安大姐 阿花给小强上个保险 你看这该怎么着 大叔您给我吧 现在我负责这单 那就谢谢 谢谢了 他这保险买了有一年吗 刚好一年过几天 那还算好 大爷大妈 按照合同约定 你们可以申请豁免保费 也就说以后不用再交钱了 而且这单呢还能生效 我们不用再交钱了 不用了 谢谢您安大姐 不瞒你说 我实在没钱往里交了 儿子媳妇都没了 老的老 小的小 吃饭都成问题 哪还有钱给小强上保险呢 大妈 大叔 你们放心 我尽快回公司给您办手续 那就谢谢 谢谢您了 谢谢 阿花他 他现在还在医院吗 孤单单一个人 躺在太平街 那儿太冷了 这样吧 我跟单位请两天假 过来帮你们给阿花办下后事 你们刚进城 人生地不熟的 想往哪儿去 连路都不认识 这 这怎么好麻烦您呢 您看您怎么这么说呢 阿花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她帮过我 我这一直记在心里的 你是好人哪 你可真是好人哪 好人哪 林先生 有阿花的照片吗 咱们给她设个灵位吧 你看这成吗 这照片太小了 要是放大会不清楚的 没有别的照片了吗 没有 那你只好先用这个了 这人的生命 它真是脆弱 这阿花也是 要钱不要命 你这还在试用期就请假 老板娘会不会让你走人哪 我滚闷着这么多了 你说 我能看着他们 不搭把手吗 刚才我那儿还抱怨 跟这一家人比一比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娜娜 小强申请豁免保费的事 您可得盯紧点 催他们尽快把该办的手续办好 这两老一小 在城里待不长的 知道了 大安大姐 多亏您哪 要没有您 我们在这城里 连门都拨不着 还让您破费 照片是您给弄的 您还给买这花 阿花会喜欢这花的 不能让她走过太冷清了 请问是张翠花家吗 进来吧 好 大爷他妈 好 这是阿花的老板林总 老板您好 阿花 两位老人家好 你们这儿还真难找啊 是 是 是 都胡话了 我昨晚刚从外地回来 今天早上才听说 对不起啊 两位老人家 公司应该派人 过来帮忙办货事的 那怎么敢当呢 阿花不过是个临时工 您能来看看他 就已经折杀他了 是啊 阿花只是个清理工 怎么敢劳动林总搭架 好 老人家 这三千块钱呢 是公司的一点心意 您说好吗 哎呀 谢谢老板 小强 过来 来 给老板鞠躬 几岁了 七岁 上学了吧 上一年级 真是个好孩子 我还要开会 可能要先走了 这是我名片 有什么困难需要找我的话 给我打电话吧 谢谢 谢谢 你辛苦了 两位老人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您慢走 安大姐 您也回吧 昨儿您守了阿花一夜 别累病了 回去歇着吧 可怎么过意的去呢 请回吧 安小姐 坐我车吧 我送你 不用了 我坐公公器去好了 这儿挺脾气的 这儿挺脾气的 你说什么 不能免 为什么 你自己看吧 公司出了书面通知书 张翠花女士 曾化眼黄脸性肝炎 而在其投保时 并未如实告知 根据保险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故公司 无法违背保险人 豁免保险费 我问过她 她说她没得过什么病啊 阿花进那家公司 做临时工的时候 做了体检的 当时她非常老实地 自己得过黄胆性肝炎 别人差点不要她了 后来她反复求情 医院也证明她已经好了 再加上吧 她这人确实很勤快 最后还是用了她 我想啊 有了那次教训 她是担心跟你说了 不让她买保险吧 那保险公司 是怎么知道的 这也不简单 从那家公司 直接拿到那张体检表 上面明确地写着 黄胆性肝炎 她这个啊 算恶意隐瞒 豁免保费 当然没戏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又是什么 假如投资术 正好该交下一年保费了 这童宝然还写着张翠花呢 人都走了 还追人要钱 这有时候这保险公司 真是让人挺喊心的 那边还有眼巴巴等着呢 这谁跟二位老人去说啊 这还是你去说吧 你跟他们家人都挺熟的 你给两位老人家解释一下 他们会听的 我怕我说不出口啊 这也没办法呀 让他们早点知道 也好让他们早点回乡 待在这吃得住的 他们得倒贴啊